我和她在一起一年 以前她说我是她的女神 绝对不敢跟我发脾气的 但是现在她对我完全变了 我在生活里很宠她 别人家的男朋友是做不到像我这样的 我有时候会跟她争吵 那都是因为我在乎她 我以前是很受欢迎的 我感情经历不多 我不会轻易去谈男朋友的 她现在对我这么不好 我真的很心寒 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几乎都不怎么工作了 我对她掏心掏肺的付出 我知道她心里有委屈 但她也应该理解我的不容易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夏25岁来自湖南主播 有请小夏 女嘉宾小华27岁来自湖南 新媒体公司合伙人 有请小华 欢迎老魏 听说是参加她的培训课 然后喜欢上她的是吧 是的 我之前是做健身教练的 我的一些学员们 他们都说我长得特别帅 然后就觉得 他们就觉得我特别适合做主播 我就想着去找一家培训公司 正好那边上课的时候 是我女朋友讲课 然后我一眼看上去就觉得 这是我心动的女孩 然后后面我下课了之后 就要了她联系方式 谈了多久了到现在 到现在谈了一年了 今天谁要来啊 我 她一开始追求我的时候吧 对我都挺好的 确实就是帮我当女生一样宠着 她现在大事小事 她都有跟我吵架 您举点例子行吗 就是因为我是做自媒体的嘛 然后要做直播 我是做的娱乐性路线 所以呢我就会去给她们唱歌呀 会给她们去跳舞 然后粉丝们对我的话 多多少人还是有那么一点喜欢和欣赏嘛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跟她们交代的 我找了对象 不希望她路静 然后她就好像故意跟我做对一样 你知道吗 有一次呢就她出气呢 我粉丝们就看到了 你知道吗 看到的时候她说 哎这个男的是谁呀 她跟我里面问 我当时就开了一个玩笑 我说 不是谁 我说就是个饲养员 她当时听了这句话 她就很生气 直接把我饭就把我丢到垃圾 可没去了 不让我吃了你知道吗 不是 她当时就是 她就是不敢在 别人面前公开我的身份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最和恨的就是 我一开始还觉得她是吃醋 你知道吗 我还挺享受她吃醋的 觉得她挺在乎我的 但是她挺过分的是什么 就是我的一些粉丝啊 就钟爱粉啊 基本上几个大哥 经常会来给我刷礼物 特别是有一次嘛 我可能我的那些大哥就比较调皮 想逗我一下 特别把那个名字改了 改成我老公 我就会 哎感谢我老公 谢谢你哦 爱你哦 么么哒 然后她当听到了就很生气 脸色就完全变了 你知道吗 那我肯定生气啊 你叫别人老公 我能不生气吗 那关键的是一个名字呀 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她就看到那个脑 我老公就进来了 我正好在那里学 我能不生气吗 我听懂了 几位老师都是做直播的 如果正好有一个给你 抓钱的人叫我老公吗 群姐你怎么说 他的名字就叫 就犯坏 我老公 对 对 这粉丝就是使坏吗 他就想 就是粉丝使坏吗 实际上的直播间 是有一些规则的 就是比如说他叫我老公 你可以感谢他 感谢我老公 哎呀你要当我老公 这可不行 可以这么鼓一句吗 找鼓一句啊 就是极其他是一个调侃 对吧 可以调侃可以找鼓 对 就是你就是粉丝 他今天就是想要增加 直播业的氛围 逗我一下 他就不能理解他吗 我就觉得 他就是不能理解 我的这份职业 就是别人一个名字 他都要跟我生气了吗 饭也不吃了 然后本来我就觉得 我收了蛮多礼物 很开心 应该是做我的男朋友 应该是挺挺为我开心的 对我也挺累的 也也结果我面对的是 一年一年死相 你知道吗 对啊 你还是想要 把我根本直播的 我完全没有心情直播了 知道吗 然后你逼着我换路线 就哥哥也不能叫 用他本来直播的时候 就是那种 哥哥 哥哥就叫得很亲密的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他觉得我撒娇 逼着我就不能走这种路线了 现在我现在为了他 我改变了路线 我其实不唱歌了 也不跳舞了 现在改变直时分享 就讲短视频创业的内容 那这样 基本上 基本上听这种内容的男的少 就我的这个深爱粉 他人家就是在听我听我 是有唱歌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 这个女孩为了爱情 其实做了很大改变 对 她改变 她为了爱情改变 这你承认吗 这个我承认 这个我倒是挺感动的 行 我记得完全就是 我基本上收入是 从天掉到地上 所以现在我就 我就看我自己收入也少了 我就后面就把他 找了一份工作 到我们单位 更可恶的是什么 他每天就是监视着我 在单位里面 我那是监视你 不是因为 几年不见了吗 他到公司来入职 因为他也喊好 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最几年 可能也发着不好 确实也好久不见了 我就觉得 亲爱的 你可想死我了 我说总算见到你了 开个玩笑 他就当真的 直接冲过来 直接就跟那个男的 胸 他要打架一样的感觉 那当时本身我一 我一出来 我就看到我女朋友 跟一个男的 都那么亲密了 都快搂在一起了 那我能不冲动吗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 任何暧昧关系 就是一个打烧火而已 对 最主要的是 他平时本身 就老是跟一些朋友啊 也是什么 摸摸哒呀 就亲爱的宝宝啊 就这样叫 然后 你好得要分清楚 场合吧 你当时要是 分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 再来吵架 我肯定能控制住了 我们现在公司 上下来的人都知道了 我们本公司 本来就不允许这种 办公室恋情 我自己又是公司的合伙人 我要做表率 我们老板特点 为了这个事情 还把我骂了一通 因为我还是把他劝走 咱往下讲 还有什么冲突啊 还有就是 因为他有带我去 接过他父母嘛 然后他父母对我 挺满意的 就想要我早点 就是生小孩 然后呢 他就一直呢 就催着我想把婚事定下来 然后我是觉得 现在我们还认识一年嘛 太早了 我爸妈妈对我 本来就要求比较高 希望找一个 至少经济条件 比较稳定的 至少有个一号嘛 对吧 有安全感嘛 他现在就是 也还现在目前 也没房也没车 工作耽误也不稳定 那我现在带他回去 基本上可以说 就是以失败而告终 那我之前 曾经会反对 他就说 我是帮他端当备胎 他说我一个女孩子 我图什么呀我 对呀 我觉得女生需要安全 男生同样也是需要安全 我就是看到他 没有安全感 然后我还特地 给他买了一个车 你知道吗 你怎么了 我给他买了一辆车 你给他买了一辆 摩托车 小轿车 不是他那个 也是写的他自己的名字 因为我自己 也不会开车嘛 确实有心理落差 我也想让他 有安全感一点 行行行 你看他平时 对我挺好的吧 然后给我就是 洗衣服给我做饭 然后呢 平时呢给我洗脚 就是有时候 我觉得带着维写 就一个男人 下厨房挺可爱的 你知道吗 就玩意儿 可以把我们的生活 记录下来 他就是强迫着 我又给他拍短视 比如说好吧 那我给你拍 那你就拍 宠妻的是吧 对宠妻黄膜 对我就想要 把他打在个战的人设 那我的确实 也按他的给他拍了 对吧 我拍又给他拍 又给他姐姐 给他写文案 点赞率也挺高的 评论率也挺高的 关键是我朋友 看到我的 我的作品之后 他们都觉得我 感觉我像个那种 吃晚饭的 我就特别受不了 别人说有那么重要吗 但是我就是 他就是挺虚伪的 你知道吗 他挺爱面子的 就别人评论一句什么 他就 要点面子 不是很正常吗 我觉得这个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是网络 什么叫网络 就是网络就是演戏 我听听听 学习一下 人生如鸡 不就是演戏吗 对吧 学好演技 所以人设 他后面 他就很挺在意 别人的说法 评价 他觉得没面子 没尊严 他就把仪器之间 他把我们所有的作品 全都删了 他真的把我气死了 你知道吗 我太心寒了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今天想把他打造出来 结果他把他全部删掉了 那个对你来说 就是有可能变成钱的玩意儿 对吧 相当于他把你的那个探到一半的情况给封了 就相当于我也是跟他的美好回忆嘛 我觉得挺珍贵的 不是我所想要的你知道吗 不是 那你自己不做 别人给你做 我也不是说 你即使是个演员 你配合人演完之后 人给了你稿费 你也没权利删的对吧 他把他全删了 你要不锁了也没关系嘛 他把他删掉了 你回忆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你救都没有了 行行行 那他现在不是他自己在做吗 他现在就是做吉他呀 逼着我要我给他买把吉他 然后我当时我不愿意 我说你一个做男主播很难火的 所以你就别想了 别想火了 就是走娱乐路线没问题 买把吉他为什么要你买 当时让我做他的助理 因为做他的助理 其实每天也挺忙的 比如说他的平时家里要打扫卫生 做饭啊 包括这个洗衣服啊 洗脚啊 我对啊洗脚 你有收入吗 我的收入就是他给我发工资啊 你多少钱呀 其实我也没有具体问他要多少钱 他每个月就是说能够给我吃 然后我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帮助我就行的 直接回答我有钱吗 没有 这么一回答就明白了吗 所以嘛 他后面偷偷摸摸的 然后背着我在我的直播里面转钱 偷偷的把直播的设备买了 然后把吉他买了 那成天到晚就是啥都不管了 之前他还帮我做菜 我当时就觉得我帮他做这么多事 你帮我做家务什么都 他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成天到晚就是弹其他 他关键的弹其他就算了 他今天对着我唱 我爱的人你不爱我 就是有种想要就是跟我唱反对的感觉 我们是不是需要吗 大家都比较喜欢听那种伤感的 然后面我当时我真的实在是 我受不了了 因为我直播又有安静的环境 本来房间不大 他在这边谈吉他 我在这直播根本就播下去 我刚才的刚才都别搞了 我就把家里的电厂给关掉了 后面他一次一气之下 他就把门一摔 他就走了 然后到外面去卖唱去了 三天没回来 我也想我我是一个男人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就是一直一辈子就这样 我也想有点自己的事业啊对不对 我就这个我就觉得他应该要多理解我一下 反正我后面我就跟他提分手吧 然后他跟我提分手会呢 我那个就只是欺欺他的 我也没跟他具体要多少钱 我也没有想着 我问问啊 能不能让他自己出去工作上班啊 就是我是想着他上班 现在目前当下最重要的也是 趋势的一个行业也是短视频嘛 我是想着他可以在这个上面也可以 如果说他要真正的上进的话 你天地谈吧也可以 但是他不是一下就刷抖音 一下就是看小视频要么就看游戏 他关键是不拒枪你知道吗 那你说怎么能够做好吗 做一件事情吗 你现在到底把他当成男朋友还是当成员工 还是当成合伙人 你到底把他当成什么了姑娘 就是工作中是一个合作伙伴吧 在生活中又是我的好伴侣吧 就显然你现在在直播行业你比他牛对吧 你比他能挣钱对吧 说白了你就是要一个生活助理嘛 是不是 该他现在生活助理也不做了 对啊 那我问小伙子嘛 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 我肯定是一直都把他当女朋友的嘛 除了女朋友之外 就是情人啊 你自己不挣钱对吧 我自己不挣钱 因为我之前是因为我 可能也是过于依赖他产生的 就是现在能不能分手啊 现在不能分手 为啥 我很喜欢他 你喜欢他什么 都说一个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嘛 可能也是因为颜值 然后接触了发现他这个人 其实还是蛮体贴的 我们说喜欢一个人 应该支持一个人 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哎 你现在觉得你喜欢做什么 就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唱上歌啊 然后 呃 讲讲课吧 就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也就是说像从前那样播 再加上现在播 把两个混在一起 让你觉得是有成就感的 那不是又会出现大哥吗 你接受吗 我觉得我可以慢慢接受吧 就是两个人互相理解嘛 就是他可能语言上有一些改变 然后我自己呢 他要就改不了呢 他后面也是因为我是改成的那个 就是短视频创业嘛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还是能够改得了 那如果说他真的是一直都改不了的话 那肯定一个人 一个人就是你喜欢另外一个人 他都不愿意去为他做出一点改变的话 我觉得 虽然说这也不是说 我看这姑娘一直在为你改啊 你是一直没改 但是你一直在变 你发现了吗 可能我是确实平时也是比较由着自己的心思 其实我这么听起来就是想分手分不掉嘛 男生现在就粘上你了对不对 是他粘你还是你粘他 就是 我粘他 都不要粘吧 现在是不是等于其实在生活上和在工作上 在精神上 这个男生都没有办法给你支撑 对 OK 就让我看不到希望 现在离开你的女朋友 你是不是基本什么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我现在 然后如果其实你做了这行 你会发现 如果离开了他 可能你再做这一行会很难 对吗 因为毕竟他了解 对 所以说 如果仅从利益来说的话 你获利会更多 对吧 对 可能心里还有 对吧 但是发现不合适 到底是继续在一起 还是怎么样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